那最后就剩下跟我们整个明挖机坑贴的比较近的 在安全管理里面去提的明挖机坑的安全事故的预防 这个我们就直接串着管理部分给你提到一起来讲 这样咱们后面就不用反复的跳着来说了 对桥面这里面我们控的是防水啊 就是基层的含水量是两个参数啊 看了学员打这个数字了 这两个点是在我们教材的安全管理里面 就是420150这一幕 那它是属于安全的管理内容讲完了 去讲的安全事故的预防 我们在这主要是两个知识 一个是机坑坍塌淹没的这个风险 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做地下挖的时候 对于地下管线的保护 所以这样我们就梳理一下这两个方向 对于明挖机坑来说 我们可能面临的风险需要大家先做一个识别 就包括坍塌还有淹没 这个是不是有水灵影 所以有淹没风险的话 我们一定要控好水 而坍塌是在所有开挖工作里面都会面临的 那我们解决它的时候 就是要防止边坡失稳 保证机坑不要变形 加强监测等等啊 这样的措施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具体的安全控制技术措施 像我们在考题的时候容易考到这种措施类的考点 那咱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标题 都有什么措施能够保证开发安全 第一个编坡知户结构 这是两种模式 敞口放坡的 我确定好编坡 直接带维护结构的 我就确定好维护结构的类型 所以这两个你到底选了哪个方法 我们前面方案里面就有了 你直接跟着他们去匹配合适的措施 第二个周围堆放物品的规定 这个指的是我们整个机坑顶部的核载 如果核载没有按照规定去设置 是很容易出现实稳风险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点里面直接把咱们教材 相应条目给你放到了讲义中 这个一定要作为重点 我们在考题里面特别喜欢考 然后第三个给的是制定好降水措施 确保开挖期间的稳定 是不是又跟水挂上了 要么就是边坡 要么就是核载 要么就是水 再加上控制好边坡 是不是跟我们方案去走 然后是严格按照税要求去做开发之户 也是跟着方案走 所以这两个都是在落实我们的施工方案 那其实我们反复的去讲 对于整个机坑你要保稳定的话 就是这么三个大的要素 一个是我们控好边坡 或者是维护结构 这个是不是取决于我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类型 然后第二个方向 我们就是在设置坡顶的核载 一定要控制到位 保证安全 第三个就是水 所以咱们只要在做题的时候 让你来梳理一些原因也好 措施也好 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建立框架的时候 就绕着这三个方向去做 那这样套路就非常的明确了 好 现在我们来细节看一下核载的问题 这个给你打的信号 就一定要重点去记 因为我们考评很高 首先第一个 知乎结构达到设计强度前 沿进在预计的滑动的滑裂面里面去进行堆栽 那我们这里提了个概念 叫做预计滑裂面 这个是什么意思 咱们在进行基坑开挖的时候 首先你已经知道了基坑开挖的尺寸和深度 那我们在开挖之前 是不是需要在边部去放节水勾养 同时我们还要限制堆栽的范围 这个东西是要提前做验算的 根据土质 根据基坑的面积 根据周围的核载情况 我们会进行这一部分滑动 整个滑裂面 它的预估计算 这个是由我们现场的技术人员来做的 在开挖之前 你都要先把这个滑动面的范围给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干什么 在地面上 是不是应该给他把这个线放出来呀 我们就要知道了 在坑泼口这个位置 到我们这个范围里面 是不是就不能堆东西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前就在开挖之前控制好的 经过技术人员的测算 确定好这个位置 不要在里面进行堆伍 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节水 节水沟也是要给他做好计算 放在什么地方 然后我们再做开挖 好再往下面 支撑结构上面不应该堆放材料 还有运行的设备 另外需要进行利用支撑结构做支撑的 我们要单做计算 因为这个支撑结构 它称的是什么 它称的是维护结构吧 我们一方面颇顶何在不要有 你在支撑这人家称的是水平力 你再加一个树向力 它是不是要往下走了 这是容易变形的 所以想要用的话 一定要经过设计 加强树向的支撑才可以 剩下减少对周边环境支户结构的不利影响 那可能我们这里面堆载就会影响到周围了 你给它控制好 土方不要在临近建筑物周边进行堆放 那我们要严格禁止 破顶堆放核载 这是一个方向 这种反撞的土方更要严格禁止 因为它一旦出现滑动 是不是一方面可能会有淹没 一方面会带着滑动 但带就走了 还有就是散状材料容易产生一系列的这个 阳尘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稳定问题也好 我们就不要去堆土方 那再往后面 基坑周边必须进行有效的防护 还需要设置防护的栏杆 包括警示标志 包括挡脚板等等 这个我们都给它控好 还有咱们这里面的线重盘 那这个线重盘是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是基坑开挖的坡口 对吧 我们提前经过验算 已经知道它模拟的滑动带是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去立个牌 里面是不能堆物的 然后随着我们距离的离远 是不是咱们堆的重物就可以往上走了 这一部分允许堆物 它不得超过多少重量 什么高度 然后我们这个范围也可以去堆物 不得超过多少重量 多少高度 在现场去立牌做警示 然后是基坑周围6米以内 不得堆放阻碍排水的东西 我们周围是不是有水拦截 你要把拦截汇聚的水给它集中外排 如果你把这个水堵住了 好 我们拦的水在这汇集的 没有办法往外排了 是不是就要留到基坑里面去了 所以一定要保证出水通畅 然后是开挖掉 运到指定地点 不要堆在坡顶 好 这样咱们就把比较关键的核载问题 给大家解决了 在我们前面技术角度 说的是严格禁止在坡顶进行堆载 他说的是在这个滑动的范围里面 一定要把这个控好 好 那我们这一部分就把这个坍塌的一个风险 给大家控制住 另外就是我们来到这个跟水挂钩的 跟水挂钩的 咱们一定会对于周围的水做一个把控 那我们从这个点一般都是来看 隔水帷幕或者是维护结构的渗漏 如果说你的帷幕出现渗漏了 是不是我们里面就有淹没的风险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们就把这个事故分成了两个情况 一个是只渗漏出清水 另外一个是大量的水加带着泥沙进入极坑 那我们各自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如果水量比较小 只是少量的清水 没有什么泥沙的话 那我们这个渗漏是不是不严重呀 所以咱们就在漏点给它打一个引流管 把水给它引出来 抬掉 然后在我们这个漏点这进行双块水泥的风堵 什么是双块 快硬快凝的水泥 等到双块水泥强度达标了 能够堵住漏点了 我们再把引流管关掉 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就稳定了 而第二种情况 它已经在漏点这加带了大量的泥沙 加上水进到机坑里面 这个说明我们整个维护结构外侧 是不是出现了大量土的泄河 内外不平衡了吧 内外不平衡大量一切和我的维护结构是容易出现失稳的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你不要想怎么堵了 因为已经很严重 很难堵得住 那我们就先用回填土把这个漏点给它压住 压稳定了 稳定之后没有失稳风险了 好 我来到背后 把这一部分通过深层注浆 整个漏点的范围进行一个注浆的风堵 是不是固化住了 同时把漏点也堵上了 等到这块稳定了之后确定没问题了 我们再继续往下去挖 然后你再做处理就行 所以一个是不严重的 一个是严重的 各自用了什么措施 这个需要大家给它分清楚 那我们在之前也是隔着几年考过案例的 所以需要大家去注意一下 好 那这两个图片我们就理清楚了吧 再紧跟着我们就来到开挖过程中的管线的保护 那这个点实际上在我们所有开挖工作里面都会面临到 只要你想要往地下去挖了 我们现在是市政工程 在老旧城区里面 地下基本上都是管线纵横交错的非常复杂 所以在我们首先挖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把信息收集好呀 你要知道我施工的这个范围 它底下有没有东西 是什么土质 有什么管线 有什么缆线 那这个位置我们标识清楚 在什么位置 否则的话 我一下去挖断了 你还要再修 非常麻烦 那在我们开挖之前 必须要进行工程地质条件 还有现况的调查 这就是收集信息的过程 包括水温条件 地质条件 地下的管道 地下的线纜 他们不同的位置都要做施工图上的标注 所以这就是一个前期的收集信息 那我们收集好了信息之后 我就知道在地下有什么管线 对吧 假设咱们的施工开挖范围 正好影响到了既有的管道 或者既有的线纜 那我是不是想要对他进行一些改移线路 或者加固保护 这种东西我们要出方案的 那谁出方案 应该是谁施工谁出方案 对吧 所以是施工方出方案 但是你这个方案不是自己擅自定的 想要对于我们既有线路做保护 或者做改移的话 必须要经过他们管理单位的同意 所以碰到这种情况 一般都会有我们的规划部门 加上这个管道线缆的管理单位 加上我们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我们做到一起来确定到底如何去处理 所以施工方不要自己擅自来做 然后对于现况的这个改移保护 一方面我们编了方案 是不是应该经过审核呀 所以咱们前面出去的方案 包括我们协商确定的一些方法 你的方案也是要经过建设规划 管理他们的同意的才能进行处理 那我们在开挖过程中 是不是你已经对它施加了保护了 但是不排除我挖的时候 可能会对它有一些扰动影响 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对既有地下管道线缆 包括地表等等 加强沉降变形的观测 那我在施工中 这边如果数据有问题了 好我先停住 然后咱们查明原因 看看是什么情况 再给它加强做处理 所以必须要加强施工过程中 对既有构造的监测 这样才能够保证安全 所以我们前面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如何进行监测 当然这里面加固 是按照我们的方案去做加固的 所以你把这个原理给它理清楚 像我们刚才所说的监测问题 就是放在了第五个小条 同时我们开工之前 去做的调查预备会 调查配合会 就是我在确定方案之前 去处理信息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把握 然后是施工过程中 我们去检查它的状态 这个在监测项目上会体现的更明显 好 大体方向就是这几个角度 那我们就保证 在开挖之前的信息收集 编制的方案要经过的审核 还有就是落实之前 我们要对它施加的保护 施工过程中 怎么样去保证它们的安全 就是加强监测 那这一条线 几个角度就全了 所以咱们到这就把管理部分 跟明挖基坑挂钩的 一个是坍塌淹没的风险 一个是我们这里面出现的开挖过程中 地下的既有过在的保护 这两个点我们就捋清楚了 好 那咱们 我从前面再给大家梳理程序的时候 就在强调 是要按照我们施工的流程 去给你串的 你觉得我讲乱 我们教材编的不乱吗 你想一想这个事情 前面一档子给你讲技术 后面一档子给你讲质量 然后再加上一个安全的措施 你前后也是要学三遍的 我给你串一个流程还不行了 是吧 那如果觉得我这个方法不太适合的话 你可以来换一位老师 或者是调整一下 自己去用别的方法去学都可以 对吧 我们这个自由的 反正又不收费 对吧 你要是觉得可以 那你认可我 你就继续听 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那我也不勉强 咱们各自来找这个合适的方法就行 咱们再往后面就来到的是第三节 第三节的话 是我们在一件里面去梳理的比较多 所以可能有一些二级学员去考的话 就有点跟不上了 那我在这也是把咱们教材顺序给你调整过的 所以咱们先打一个预防针 不是完全按照教材顺序去讲 我一进到前面的施工的部分 就是不管是从道路也好 桥梁也好 基本上都在打教材 就给你拆开了 那包括我们在这个第三章也是拆的非常明显 按照咱们的工法来给你串一下这个过程 那因为我们前面在第一节又讲了它的管片特点 又讲了一些施工的原则 然后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重复的 所以咱们好多的这个点既然有重复 我们就给你理出这个思路 然后咱们再抓这个考点就行了 我个人感觉咱们今天前面这一部分的课程 每一个点都给你分析了 他会怎么考 然后我们在流程里面是什么地位 你把这个东西抓住是不是很容易去掌握呀 所以我不觉得这个设计有什么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找自己比较适合的方式 这个是属于忍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套路 那没有关系的 反正我们是学习通过考试为目的 别的都无所谓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点 有某个点你有收获 那我就很满足了 也不要求说所有的东西都到认可 这个是没必要的 因为咱们每个老师都自己特点 对吧 行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先把这一个节次的思路 来给你梳理一下 我们把这思路理清楚 然后再进考点 这样就会比较明确 那首先我们在这一节中 第一个先给你放的是选型 选型就是选了哪种类型的顿勾机 那先去讲了分类 那每种类型特点 然后我们依据什么去选 咱们在实际的考题里面 你在这基本上都是在出现选择题 所以需要大家掌握到不同的顿勾机类型 它们都有什么特点 适用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这个是怎么样去识别构造的 好可以了 而具体的选型 咱们叫它上大篇幅的计算过程等等 这个是不需要我们去加深掌握的 因为咱们整个在考点的测证方向这 也是属于你掌握过程的控制为主 而我们在前端的一些事业计算 我们作为管理者 是不是我们手下有相应的单独的技术负责人呀 这个就不需要我们去操心了 对吧 好再往下面 施工条件和现场的布置 那我们这个点里面需要大家侧重关注一下现场布置 因为现场布置很喜欢贴着考评面图 那我们要么就是出现一些什么管片呀 材料的堆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节 你要在这知道要放什么东西 好再紧跟着是阶段的划分 阶段划分这一部分就进入到了我们正式的顿购绝境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第一节给大家简单的梳理过 这个过程就是先去做工作井 做工作井这个点放到了第三节喷网案挖法里面去说了 包括工作井包括码头门 然后我们在这一部分也是要用工作井的 做了工作井把面放下去之后 我们就需要开始进行初始的绝境 那么这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初始的绝境跟最后的接收阶段 这两个是一定要作为施工中的控制重点 那我们作为管理者就要知道了 这两个地方既然容易出问题 那我们就要做洞口图体加固 还要加强始发和接收的控制 这两个必然是在考试中容易出现考点的地方 而中间的绝境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机械化程度很高 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正常的通行 那么它的效率是非常快的 所以咱们底下就给出了绝境的技术 这个实际上就在控制四要素 怎么样去保证开发面的稳定 怎么去保证我们这边的一个压力的平衡 包括我们顿购的参数 包括咱们驻江如何去控制 这几个要素我们给它控好 最后就是来到了这个地层的变形 地层变形这一部分我们18年还特别神奇的删掉了一个点 删掉了顿购这一部分 跟既有构造之间生成联系的 你要怎么去做保护 那我们这个还是保留了 咱们之前就把教材图给你放到讲义里面了 那应该我们今天讲的话 理想状态可能能讲到这就不错了 剩下是讲不到的 所以大家回去自己来预习一下 然后我们下周再进行 好那这是我们在顿购法里面 这一个节色整个教材的框架 我们还插入了在第一节中给的一些小的概念 比如说咱们再去做拼装的时候 就给你把前端所说的管片特点放进去了 然后我们在讲这一部分的一些施工条件描述的时候 再加上顿购的一些特点给你加进去就行 好这样咱们就把整体的思路给你串一下 那如果说没有做过这一部分施工的话 可能理解起来有一些难度 所以我在这放了大量的图片来辅助我们去做一个理解 那首先我们先来到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对于顿购法施工去做选型 识别类型 再选择合适的机型 你要选合适机型 必然是要知道不同机型特点 我们前面教材第一个给的类型 包括了自然之户 机械 气压平衡 土压平衡 泥水压平衡 土里面给的这么复杂 不用你背 你在这只要记什么 就是顿购机都有什么类型就行了 一共就五个 自然之户 机械 再加上压缩空气的 这个我们叫做气压平衡 然后是泥浆的 土压的 把这五个类别的名称记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的类型 它指的就是我们在前端顿过机 绝境的这一个面 它保持平衡的方法是什么 这五个就是他们各自保持平衡的方法 因为我们顿过机外面就是土 对吧 就是土层 它会给顿过机一个向内的压力 也就是我们里面用什么力量给它平衡住 就这五个方法 所以你先把这五个方法给它理清楚就行了 那我们在图片里面这些细节 一般来说是很少会考题的 你就注意一下分类 然后我们在教材里面又给你划分了 咱们正是在绝境的时候会分成两个大类别 这个表格 这个图片是容易出现选择题的 它会把顿过机按照开挖面是否封闭 分成密闭式的和敞开式的 敞开式的一般都是在地层条件比较稳定的时候去用 又可以把它分成守绝半机械或者全机械 而密闭式的就是我们常规 地层条件不能直接去开挖 会出现失稳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刀盘 通过前端土舱做一个稳定 那这个是不是生成了密封舱 在前面做土层的隔离 我们在这里面按照它的平衡方式 又分成土压式和泥水式 土压式是在我们前端绝境的土舱里面 直接用土压做调节 而泥水式是要往我们这里面的密封舱里面去注入泥浆 通过泥浆的压力和循环 来保证我们开挖面的压力平衡和稳定 好这块就在考分类 这个图片我们就记分类的考点 出题的时候就问你了 厂口式包括哪几个形式 密闭式包括哪几个形式 所以你看它里面有什么 记清楚一道题的分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 刚才咱们说了 动过鸡我们要选型 对吧 基本的分类 你先给它做一个名词上的理解 然后我们要知道你要用哪种类型 我要选哪种类型 我肯定得知道这个类型有什么特点 所以这样我们就找到核心的 常用的方向 在常用方向里面 我们特别喜欢考就是密闭式的 像这种厂口式的 咱们一般都不怎么出现题目的考察 所以需要大家重点去关注密封的 密封刚才我们说了 有去做土鸦平衡的 有去做泥水平衡的 所以是两种模式 那么这两种模式 它在前端设置的刀盘形式上 就有一个区别 那我们首先先在这看一下刀盘的配置 刀盘配置这一部分强调是根据地层来做适应性的调整 所以我们是看地层 选择合适的这个顿过机的类型 再选择合适的刀盘 那我们在确定刀盘的使用上面 它要保证三大功能的实现 开挖 稳定 搅拌 开挖是什么 我要通过刀盘的旋转 把地层切碎 把渣土吃到土仓里面去 稳定 是不是用刀盘来形成一个支挡 它要挡住我们前端 向顿购机里面移动的土 相当于前期承担了这个土压力 然后密封土仓 再往里面去顶它来补这个压力 而搅拌 这一部分是不是相当于 我们在转动过程中 也对原土实施了搅拌切削 同时咱们的土仓里面 也是一个搅拌的过程 才能把渣土运出去 才能把泥浆带渣土给它送出去 好 这是它的三大功能 刀盘形式上面 我们给出两种 面板式 服务条式 一看概念这么多就烦了 对吧 那你就掌握核心的 面板式是什么特点 主要就是依据我们的面板来做挡土 所以它整个的面板 看起来是非常稳定的 相对我们刀口突出的距离也比较短 这个一般都是开口率相对比较小 我们只在小范围进行扎土的向内输送 所以整个是依靠面板 要来提到一定的沉重的效果 而服务条式的 它的开口率就很大 那我们既然开口率大 是不是前端的刀盘 它承担土压的能力就降低了 所以必然这个时候 我里面的土仓就要往上挡 就要提高压力来调节平衡 所以主要就是依靠土仓压力 来进行面的稳定 好那我们光看文字掌握特点了 我们可能没有生成一个直观的意识 咱们来看一下图片 那第一个这个我们给大家放的 就是一个面板式的 那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正常的刀盘 咱们看到的是一个顿过机的垂直的前端的刀盘 那这个整个的面板 是不是都可以来进行我们这边吐的一个支挡呀 包括它在局部设置的 这个就是我们去放的这个刀片的位置 然后做旋转的切靴 然后我们在有一些这个位置啊 比如说咱们看一下泡沫口 这就属于是地层条件不好的时候 我们要做速流化改良 然后就通过这些泡沫口 往外面喷出泡沫或者泥浆等等 来使它的速流性达到状态 那润化润滑之后再做搅拌 然后我们就把渣土可以切碎吸进去了 第二种这个我们叫做浮条式 浮条式你会发现是不是并没有生成前端大的面板的支撑 而是我们这里面带着刀具的浮条做搅拌的切靴 所以这个开口率整体就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对于压力的平衡就要依赖于后面的这一部分的土仓中的压力所支撑了 好这两个是不是一看图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区别 前端是要靠我们的面板去支挡的 而这个是浮条直接带着刀具来切 这种模式 咱们教材还给出了什么刀具的选择 那这个我们一般就很少去考题了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下去看一看 那我们在这也不做去详细的介绍 那刀盘形式我们理解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顿过机 对于地层条件的适用性 这个既然提到对于地层条件的适用性 就在考你什么 就在考不同的地层我要选择哪个 或者是我们在这个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如果地层条件不达标 我要怎么办 好咱们在这里面提出的是顿过机械 对地层的适用 我们主要还是要讲厂考的两个 也就是在密闭形式里面的 土压平衡和泥水平衡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土压 土压平衡顿过机 我们也可以给它简化写成EPB 那这个指的是我们在前端 是通过土仓里的土压 来调节开挖面之间的平衡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顿过机的断面 前面这一排就是我们去做的刀盘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属于非常明显的面板式的刀盘 然后我们中间这个范围就是咱们去做的密封的土舱 土舱里面把渣土吸进来 是不是压力就变高了 所以为了保证力学的平衡 我们会通过螺旋的运输渣土的设备 把密封土舱里面的渣土进行外运 运到敦过机里面 再通过运输的车辆给它送到外部去 通过工作井往外去掉就行了 那我们后面跟着的设备 就是提供咱们前端动力的 首先顿过机它的尾部是要撑在已经拼好的管片上 有轻引顶 轻引顶通过我们的顶程顶着顿过机往前走 给它动力 然后我们前面再旋转切穴地层 把渣土吃进去 再把这里面的渣土运出来 这样反复的循环往前走 往前走了一定的间距就有空隙了 我们在尾部再来进行这一部分的环片拼装就行了 这个是土压的 那很明显的可以判断 有一些图片可能会给你放出来 让你判断是哪种类型的顿过机 我们只要看到这个螺旋运出渣土的设备 那它一定是土压平衡 土压平衡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 刚才给大家配的图可能也不是特别直观 那我们现在给你看一下断面具体构造 还是前端这个就是刀盘 对吧 这个范围就是土舱 然后我们这一根六号就是螺旋运输渣土的这个设备 那我们这里面就是螺旋杆 就像咱们见到前端在讲装机施工的时候 桥梁装机 我们是不是讲过长螺旋钻杆呀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旋转的时候就可以把渣土带出去了 然后后面会有皮带的输送机 直接把渣土送到装料的小车上 然后往外去走 那另外我们在后面还会有稳定支撑的这个稳定墙 包括它前端提供的动力 就是依靠这一圈千银顶来实现的 千银顶压在已经拼好的管片这儿 然后往前有顶层推着机械往前走 我们在这里面已经前进了 有足够的空隙了 咱们再进行管片的拼装 那这个就是我们拼装管片的设备 它可以把管片抓取取来 放到空隙这儿 然后再形成我们稳定的联系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的整个 涂鸦平衡式的断面构造 然后我们再接着往后面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这个立体式的操作 可能这个放成立体的动画 不能叫动画 就是三维立体的状态 我们可能更好理解 咱们前面看到的面板式的刀盘 是就在这儿了 湿进去的土就进到了这一圈的密封土舱里面 那这个吃的土太多了 压力就提升 所以我需要通过这个螺旋的运输扎土的材料 反复不断的旋转 把扎土就带到了输送的皮带上 输送的皮带再放到小车 小车在外运 然后我们在前端这儿 给的就是稳定的压力墙 防止内外压力出现不平衡的状态 然后我们再给它作用在 这个提供动力 就是这一圈 这一圈大家可以看到黄色这个东西 这就是牵引顶 牵引顶它是支撑在已经拼好的环片这儿 然后往前去提升 顶进吃土之后 我们这边就有空隙了 你再进行牵引顶的回缩 空隙的位置留出来 我再通过抓取管片的设备 把管片放上去 然后我们再做连接就行了 好 这个是属于土压的平衡 那我们在这个适用范围里面是需要大家作为重点的 刚才这几个图都是来给你做引导 让你来知道土压平衡里面的构造是什么样 怎么样快速的判断 就是只要看到螺旋运输扎土的 那么这个就是土压平衡 那我们这个东西到底适用在什么地形 它有什么特点 那需要大家掌握到就是适用地层的范围 主要应用在粘稠的土壤里面 那包括低渗透性 这种状态我们就可以去钻了 那有一些含水低层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那一般我们都是要放在软的土层里面去使用 那另外就是对于扎土的要求 要达到软粘土的状态 要求它具有良好的塑性变形 软稠度 内摩擦脚 还有渗透率要相对小一些 那如果说我们的土达不到这个状态 是不是应该去做改良了 改良的话 我们就需要往里面去加一些塑硫化改良的 这个制剂 这个一般都是去加水或者烹饪土或者粘土 或者是我们去喷一些泡沫 这样的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可能会碰到 对于这个扎土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点可能会有考题 第二个 我们如果要做改良 用到什么样的材料去做改良了 就是你的改良材料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这里面又是一个方法的考题 那试用范围 这个我们就记一下软粘土的状态就行了 好 这样咱们就梳理清楚了 试用范围还有对它去做塑溜化改造的一个要求 那第二个我们就来到了泥水平衡 前面的涂鸦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看涂的话可能看起来比较有意思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 再往后面看 我们就紧跟着是泥水的 泥水这一部分 咱们就注意一下 我们在判定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去断定 就是你需要看一下有没有泥浆的输出 因为咱们前面涂鸦是要调节土仓压力的 然后我们的泥水是需要去进行泥浆的循环流动 一个是有进泥 一个是有出泥 泥浆的循环是不是可以带渣土 跟我们前面做钻口关注非常像 所以它需要有送泥的管路 有出泥的管路 那我们在这就是一个泥浆的循环 然后把钻进来的渣土给它带出去就行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做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前端还是刀盘 这个范围是我们的密封仓 然后有进泥管有出泥管 直接给它进行循环的控制就行 那这个既然有管 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给它进行小车辆的使用了 直接把管路跟外面的泥浆循环系统接到一起就行 只不过有一些顿垢可能长线比较长 那怎么办呀 我们就中间加一些泵机来提高它的动力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细节 这个就是转成立体的模式 那我们前端这个给的就是刀盘 然后这个范围是我们去做的密封仓 对吧那它需要有进泥管有出泥管 我们来形成泥浆的循环 那既然已经有泥浆了 是不是我们就相当于起到了一个软化改善地层的作用 所以咱们还需要去做什么塑料化的改良吗 这个就不需要了 因为本身有泥浆去做一个润化 那我们在这个点里面 由于它自带泥浆做润化 所以对地层的适用范围会更广 那也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整体的适用范围里面 软弱 浴泥地层 松动 砂桶 砂粒层 卵石等等 都是可以使用的 几乎能够在任何地层里面去使用 除了含有坚硬的大飘石 岩石等等 这个我们是不能用的 剩下大部分都可以 那既然我们用到泥浆了 是不是地面上还要做泥浆的处理循环和收集啊 所以一定会有泥水循环 还有就是要有综合的管理 加上泥水的分离 那这个就是跟着我们的施工的工法 再匹配不同的设施就行了 那我们到这儿是不是就把两种类型的顿购机都做了理解 考题的时候考什么 一个是考我们前端的这个 就是刀盘 它的形式有什么特点啊 开口率等等做一个比较 另外一个在泥水和土鸭这儿 不排除会考你石土体 一个是看我们快速的判断属于哪个类型 第二个我们在进行适用范围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做比较 再往后面咱们就来到了顿购的选型 还有依据上的控制 那这里面我们所给的选型依据和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个是选型依据 依据什么去确定邓国际的类型 这就属于在前端准备的时候的判定条件 所以像这种点 我们没有必要带着你去竹条去念 你客厦直接挨个条目 给他理清一遍就行了 我们看一看到底是根据什么判定的 那必然是水文地理条件会站上 包括我们整个绝禁隧道的一些限度的要求 工程图纸等等 这样的设计全部都涵盖进去 所以这种点咱们刻下去完成就行了 考题的概率是很低的 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一下原则性的问题 原则这一部分是很为出题的 首先选型的基本原则就是 适用技术先进加上经济合理 这三个方向作为重点的把控内容 然后我们再顿购选型的配置的角度 前端咱们说了有刀盘 还有我们去做后续的一些机械的控制 在刀盘这个点里面它既要起到前端的支撑 还要切靴还要做搅拌 那我们在前面做强度刚度这儿 一定要有足够的承担核载能力 另外刀具的选择和配置是依据什么去确定的 这个不排除会出现一些小的多选题 你把这一条再来关注一下 那我们尽量在初始复习的时候 把这种点就去多读上几遍 做到有个深刻的印象 此机械背是不建议的 因为这里面考试的频率会非常低 好 再往下面 泥水循环系统这一部分 根据地质和施工条件去确定 那我们到底是用了哪种类型的泥浆 它的密度稠度是达到什么要求的 这个是需要提前做实验 地面上需要去配置泥浆的处理系统 那我们再把这个去关注一下就行了 好 这个是我们在选型的时候 附属的一些配置 包括前端刀盘 包括我们这边的泥浆的漆头 中间还有很多个条目 比如说我们做了涂鸦平衡 怎么去做运土等等 这个就很难去出题了 所以咱们直接就在讲义中给你掠掉了 那刻下我们再去通读一遍教材就可以 那紧跟着我们就来到现场的条件和配置 所以在前端做选型的时候 其实就是来熟悉 在密闭式的这个顿过机里面 它都有什么样的类型 包括涂鸦的 包括泥水的 我们各自原理大概是什么样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是如何适应地层 有什么样使用的方法 现场配置上要加什么东西 你把这个理解到位就行了 它一般出题的概率相对会偏低一些 好 那我们继续再往后面走 再往后面咱们就来到了顿过施工现场条件 还有我们去做的布置 那条件这一部分 我们前面在第一节里面 第三章第一节就讲了顿过法 教材里面给你放了优点缺点 其实跟我们这块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 所以为什么前面没有讲 因为它都有很多重复性的点 那我们就直接看这个就行了 顿过的适用条件和施工准备的要求 第一个 试用地层范围除应延之外 把这个排开就行了 其他大部分地层都是可以试用的 然后隧道的埋伸 附土深度不易小于一倍的动静 那我们这个给的是附土深度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顿过基上面跟地表之间的间距 对吧 这个是不要太薄 如果比一倍动静还要少的话 那我们绝境的姿态或者是柱江 拼装都会带来地表的沉降或者是隆起 所以这个一定要保证足够的埋伸 原则上它是越深效果越好 能够适用于一些深的隧道 同时长线长度越长经济性越好 因为咱们一个顿过基就非常贵了 所以尽量把这个站线给它拉长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去做施工的时候 顿过施工都是不要少于300米的长度 否则的话就花钱花太高 造价太高了 那另外就是地下水的防治 地下水这一部分我们就要注意到 顿垢施工是在地下水做的 哪些地方会受到水的影响 一个是工作坑工作井对吧 这个井体它就是明挖机坑呀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控它的水 我在明挖机坑里面就解决了 而你在这个工作井里面 我要进到地层中 是不是把工作井的维护节锅的断开了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出现水的渗漏的 所以在始发接收 需要穿过维护节锅的时候很危险 然后我们是不是前端做密封的时候 有的时候刀盘刀具坏了需要换呀 把密封舱打开的时候 也是容易出现漏水的风险 这里面咱们需要加很多的辅助 好这样咱们就关注一下地下水的控制的方向 再加上截面 截面这一般情况下是6米到7米 那我们这里面给的直径越大 整个顿过机的造价越高 所以到底取什么样的直径 我们就试工程的情况决定就行了 那还有就是急转弯 在顿购法施工中是不会出现急转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应该限制的是最小的转弯半径 不要低于什么 曲线半径比上我们顿购的外径 一般控制是3到5倍 这么一个范围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面顿购的外径 给的是8米 这样的顿购机 那你这个给的是不是3到5倍 给它往上涨呀 所以我们一般控制转弯的直径 也就是24再到40这样的范围 所以你需要转换 它可能会有一些小的计算 那环境影响这一部分 进阶施工需要做辅助 什么叫进阶施工 就是两根隧道离得非常近 那我们在进行拼装或者是绝境的时候 动于出现互相的影响失问 那咱们就加上辅助的措施 也就是中间去做加固和隔离 那对道路交通影响比较小 因为它在地下 也不受外部环境影响 我们在地下做施工整个的环境是很稳定的 那也就是对地面影响小 对我自己的施工也是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 那震动噪声都局限在井口的工作井附近 所以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影响也是非常少的 好 这样咱们就把环境的影响理清楚了 包括刚才所提的造价比较高 所以尽量做深埋长线的施工 这样能够达到经济性的需求 好 那我们这个就把它的前端的适用条件梳理清楚了 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些优点 而缺点的话 咱们顿购最明显的缺点就是 我造价比较高 同时不能拐急弯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这里面面临着进出洞口的一些风险 附图不能太薄 包括我们在选择一些施工参数的时候 操作难度上可能会高一些 好 那我们再往后面看 在正式施工之前还要去做施工的准备 那准备这包括前期的调查和技术准备 这个是收集资料的水文地址或者既有构造的位置 还有就是基础准备 就是准备做什么 编制方案 去做审核 工钱交底 这一系列我们都做好控制 包括场地上的一些准备 那另外我们在工作井的位置 施工方法是做好选择 工作井 咱们大多数做顿购施工的时候 你挖的是隧道 隧道跟谁连呀 跟车站主体连 所以咱们很多工作井都是要利用车站主体 那这种情况下 你要选择合适的工作井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确定合适的施工的方法 工作井断面的尺寸 一定是要保证 我能够把顿购机放进去 进行初始的进入和接收的 所以始发井的长度 大于顿购主机长度三米 宽度大于顿购直径三米以上 就是我要留有足够的空间 在这里面我们还要去安装 起始的始发机座 安装反利架 所以这个空间要给它留出来 一定要进行一个扩展 另外我们还有绝境前的准备 这一般都是在做地基的加固 包括进洞之前的一些密封等等 好 这样我们就把准备工作理清楚了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现场的布置 现场布置这一部分是可能会结合着平面图来考 所以需要在这给大家标一个小重点 那我们在这首先看一下一个图片 这个是一个小的动画 我在网上找的 这个是哪家的 我不记得了 应该是在百度文库里面 那我们就通过这个示意来看一看 这个底下是我们去挖的隧道 对吧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就是工作井吧 工作井里面我们进行管片的运入 进行我们扎土等等的运出 那在工作井上面给的这个龙门钓 这个是我们去做的起重钓桩的设备 咱们在第四节去讲 工作井施工的时候会提到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在里面是不是往前去做拼装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动画机 前端刀盘在这 这一圈是千银顶 千银顶是顶在已经做好的管片这 然后往前去走 所以当我们吃土绝境 有一个空隙出来了 动画机是不是往前移动呀 有空隙 我就把管片运进去 进行这一块的拼装 然后我们再继续吃土前进就行了 那你既然用到了很多管片 我在地面上是必然会有管片的存放和加工的场地 还需要用到一些其他的材料 比如是什么钢筋压等等 这些存放场也给的控号 另外我们如果说在里面用的是泥水平衡的方法的话 是不是需要在前端接着进泥管 出泥管给它引到外面去 就会有泥浆等等处理的收集系统 所以到底在现场要布什么 一个是取决于我们核心的拼装管片 必须要有 工作井等等的位置必须要有 其中吊装的设备要给它留出空间来 还有就是我前端顿骨鸡用的是哪个类型 我现场给的方法也不一样 那我们在这个点 就给大家把教材上的顺序稍微的调整一下 这样我们从原理来记会更轻松 因为咱们教材是混着来的 首先第一个 要有工作井 要有防雨棚防烟墙 加上垂直运输 刚才我们看到工作井了 红色垂直运输 防烟墙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工作井地面上 给它井口往上加一块 还要有防护栏杆 别把这个漏了 这是我们安全设施的部分 好 那工作井解决了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有管片 管片要有堆放场地 要有防水处理场地 管片跟管片之间的连接地方 我们是要贴防水条的 所以这需要去做一个加工 好 现在管片解决了 另外 如果你用到了泥浆的话 是不是我们去做了泥水平衡式蹲钩 那现场必然会用到半浆站 那包括我们去做了一些泥浆处理循环收集的系统 那另外我们除了这里面用泥浆 是不是还需要去做壁后筑浆呀 这是你完成拼装之后 我要在管片贴日土的地方去做筑浆添冲的 所以这里面用的浆液也是需要现场去做制作 同步筑浆 包括我们这边去做改良等等 控好搅拌站 还有刚才我们所说的泥浆 不是标这个 这是做半浆的 这个是泥浆的处理收集系统 我们就写这个点就行了 好再紧跟着 还有我们去放一些料具间 机修间 包括便电间 设施等等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是泥水平衡要加的 如果是土压平衡的 我们要加什么 土压平衡 咱们会反复的把渣土运出来 对吧 这个会有小的这个电瓶的车辆 需要给它进行充电 所以会有很多的电瓶的充电间 这是土压平衡去做的 而如果前面是气压平衡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空压缩空气啊 所以在现场一定会有气泵房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匹配不同的方法 你给它往上加就行了 这个稍微把教材上的顺序 给你做了一个调整 所以大家要跟着我这个思路 你背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不至于说一大段话 我们都不知道进哪个 这块可能会直接考你 在整个顿垢时空 现场平面要放什么地方 让你来做一个补充 或者平面上我们去补充一些内容 好 那我们这个就到这 再紧跟着 咱们给的施工设施 就是刚才在给你往外填充的 不同的顿垢机的方法 我们匹配的现场设施 你再单加就行了 一个是气压法 放空压机房 我们要有这个空气压缩 提供动力的泵机 泥水平衡 就是泥浆处理系统和泥浆池 土压的话 就是电瓶车的充电 那我们前面工作井这一部分 如果用到降水的话 我们再去给它处理降水 而顿垢的施工用降水吗 顿垢不用 它能在带水环境里面去做 因为是密封土藏 所以跟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我们降水的话 只在工作井建筑的时候去用到 好 这样我们就特殊的施工特点 匹配着设施就出来了 再加上前面常规的场地的设施 这样我们两个就可以结合到一起 那圣野教材里面所说的 组装调试和现场验收 这个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做拓展了 课后我们自己把教材通读一遍就行 因为这块是比较难出现考题的 好 那我们这样就结束了 在前端的场地 包括施工准备上的一些限制 那紧跟着我们就要来到施工阶段的划分 还有去做始发和接收 刚才我们说的是属于前端选行等等一些要求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阶段的划分 阶段划分包括始发和接收 这个点里面需要大家把它分开 第一个是我们先了解一下 顿垢施工一共分成了哪几个阶段 这个主要指的是我们顿垢的绝境过程 没有说工作井这一块 工作井已经提前做好了 然后是我们始发和接收这两个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怎么去划分 这个我们一共把顿垢的绝境分成了这三个阶段 前期做始发 然后是长线的正常绝境 再进到接收井里面 所以这是三个主要的阶段 而在这三个阶段里面 始发和接收是最危险的 所以为什么要单独的把他们两个做一个施工技术的体验 因为这里面容易出现事故 那为什么说这两个比较危险 因为你都把工作井的维护结构给破开了 我要从工作井里面进到地层中 我给它破开之后 这些土啊水啊 是不是容易进到工作井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风险的地方 而对于接收这一部分 只不过是反向了 我是从地层里面进到空的工作井 它同样也打开了维护结构吧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阶段 其实就是一个对称的过程 他们面临的风险点也是几乎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处理方法这也非常接近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你把阶段明确之后 我们这几个阶段各自都占有什么样的长度呢 在什么范围你给它归到这个范围里面 那需要大家把这个数字去理一下 第一个是我们去做的始发 始发这一部分 咱们又把它分成两个工作内容 一个是做洞口图体的加固 一个是做初始绝境 洞口图体加固 在做它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向前进行绝境 是在绝境之前 先把工作井要破开的这一面墙 它后背的土做一个加固 稳定了 是不是我们再往前打开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往机坑里面走了 好 这是我们前端去做的 相当于是一个稳定的保护准备工作 那再往后面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一部分的墙体 然后往前做绝境 这一部分的长度 一般我们控制的是50到100米 就是我们初始绝境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而对于接收这一部分 是不是跟它反向来 所以各方面的原理是非常像的 同样也要先做图体加固 然后再进行我们进动的过程 这个阶段 我们一般都是以在接收100米的这个间距里面 给它归到接收阶段中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数据上也是非常接近的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三个阶段 包括工作任务给你分开 长度上建议大家把这两个数字记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阶段给你分清楚了 我们在这里面还给出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叫做洞口图体的加固的技术 在洞口图体加固里面 首先咱们先通过图片去认识一下 到底在加固什么东西 那我们在这给大家配一个简图 那首先在我们这个给你画线的这个范围 这是我们去做的维护结构的墙体 所以右侧整个的这个区段就是在工作井里面 而我们底下是不是拼装了顿垢机啊 顿垢机在工作井底部做好拼装 然后我们在这有进洞的洞口 在进洞之前 你应该先把我们维护结构后背的图体做一个加固 所以这个是我们工作井后背的吐槽 也是我们顿垢所要走的隧道的进洞的方向 这一块的地层我们要给它进行稳定的加固 你可以去加固化剂 你可以去做冻结 你可以做悬喷加固等等 总而言之 我们通过手段把这里的地层给它牢固的进行固结 过节之后是我们再去开这个维护结构墙体 它不会往里面走了 然后我再向前进行均匀的顶进就行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洞口图体加固 它加固的是进洞段后背的这个图体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可能会考到你一些加固方法的理解 或者是我们加固范围 怎么去验证这个加固效果 那咱们在这里面就给大家先来梳理一下加固的范围 第一个 在隧道的趁气轮廓线外面 我们要左右两侧各三米 顶板以上三米 底板以下三米 那我们这边给它进行加固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趁气的轮廓 就比如说我现在要向这个黑板里面去绝进 我所拼装的管片是不是这么一个形状 所以咱们进洞在工作井上 是不是从这个洞口进去 那我们在做这个工作井后背加固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区段我们去给它做加固 对吧 这是我们的加固范围 你要把整个我们进洞的洞口全部都给它包裹上 所以这是我们上下左右各给它进行这一部分的控制 好 那我们再往下面 加固的长度 刚才给的是你在面上面对着洞口 我们到底加固多长 而我到底加固多深呢 这个是根据土质去确定 如果是负水地层 必须要大于顿购本体长度 两米级以上 那我们现在回到刚才图片里面去看一下 刚才这个图片 咱们这个范围是不是进洞的洞口 我们刚才说了 你加固应该是上下左右去做外延吧 对吧 一圈给它外延出来 然后我到底加多深 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加固的深度 应该是顿购本体再往外面加两米以上 这么一个范围去做的 所以我在洞口土体加固的实际上是一个立方体 那你就在看立方体的面 跟它的深度 把这两个数字控清楚就行了 好 那我们这里面就解决了洞口土体加固的范围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什么方法去做加固 咱们在方法这就给出了可以做化学注浆 这个是在地表去注的 还可以做沙浆回填深层搅拌高压悬喷冻结法 那我们在进行使用的时候 以后三者用的是比较广的 在这三者使用的过程中 冻结法的效果比较好 而对于这种搅拌法是不是去做了搅拌桩了 这个一般都在填缝隙 因为我们在去做冻结也好 或者高压喷射也好 跟工作井之间是不是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空隙 这个点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搅拌 或者注浆的喷射来给它进行补充 好 那我们这里面就给出了不同的加固 咱们教材里面还给大家放了一些加固方法的示意图 那我们就可以简单的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咱们左边这一部分 左边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的洞口机 这是进洞的洞口的范围吧 然后我们这个是工作井 所以你想要往右侧进行绝境 我们做洞口图体加固 加固哪 就加固在进洞口的后面这一部分 它的长度应该是我们顿够本体长度加两米级以上 范围应该是上下左右各做外延 那我们这里面用的是化学加固法去做了改良 后面还有地表去做注浆的 还可以去做一些置换 这边我们是下冷冻管去做冻结 冻结的话是不是把水冻住我们地层也稳定了 同时还可以封闭水 然后我们再紧跟着可以去进行后续的一些切削的封闭 所以这是咱们教材里面所给的示意图 那我们在实际用的时候 冻结法用的是比较多的 然后剩下这两个特别喜欢去做补充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们各自的优点缺点和适用范围 对于冻结法来说 整体的固结效果比较好 但是它的造价比较高 解冻之后存在一个地层变险的问题 但是我们一旦封闭住是不是水也固定住了 地层也稳定住了 所以这个处理效果比较好 它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 而对于悬喷桩这一部分的话 它的造价是高于我们这边去做搅拌桩的 工作井比较深 洞口这一部分的土层 如果是水压比较高的承压水层 那我们这种是不是就可以去选择水的封闭了 还可以用它来做间隙的补充 像咱们刚才看到的上一个图片 这个范围是不是我们就去做了一个 去做搅拌去做封闭了 对吧 大范围我们是做这个深层注浆的 然后连接这个点 它是容易出现一些缝隙 所以我们在做搅拌的一个封闭 这就属于我们可以把方法给它结合到一起来用 好 那咱们这一部分就关注一下 哪个是比较常用的 标栏的这三个 是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常见到的方式 那咱们再继续给大家放一些实力图 那比如说左边这一个 就是我们在做洞口土体固结的方法 这个是我们进洞的范围 也就是它是我们在工作井中留的洞口 这个范围的面上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工作井的维护结构墙体啊 你对于它后面的土层做加固 就是加固洞口的这个范围 左右上下个外延三米 然后地表 这里面是下了注浆管 把我们这个范围做了注浆的稳固 那除了注浆的稳固 我们在进洞之前 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 咱们这个图给的就是工作井里的状态 洞口机在这儿 还没有向前进洞 这个是不是维护结构的墙体啊 工作井维护结构 然后我想要进洞的话 你是要在这个洞口一圈去进的 所以咱们加固 是不是把这个墙后背 在洞口这一圈给它加固去了 但是不排除你加固之后 还会有一些土渗漏进来 那怎么办呀 我们就会在破开之后 往前走的过程中 提前在这预埋好注浆管 然后随着我们向前的绝进 随着进行这一圈的一个封闭 可以有效的防止绝进过程中的渗漏问题 所以你可以提前做好加固 再配合这向前绝进过程中的一些封闭的控制 好 那我们再紧跟着来看一下 加固的一些效果的验证 那我们前面说的是方法 还有加固的范围 你不能说加固完了 我们就不去验证它的效果 你就直接用了 那你是不能保证安全的 所以我做了洞口土体加固 我也得验证一下 它达到了什么效果 对吧 所以咱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 怎么去验证 那去做风险防控和处理的话 就是来验证这一部分的加控效果 首先我们在出现洞门失稳现象的话 这个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土或者水 渗到了工作井里面去 所以就说明我们在这出现了风险 如果只是渗漏相对来说 范围比较小的话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边破除洞门混凝土 边喷素混凝土做封闭 而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土跟水进到工作井 量非常大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跟刚刚所讲的 激坑坍塌和淹没一样的处理措施 就是回田先跟它稳住 我先不要做了 对吧 所以这块我们就封闭洞口 重新进行处理 好 那再紧跟着 加固之后 我们这边要有比较强的均匀性和整体性 就是刚才咱们所提的 需要去验证加固的效果了 那我们在验证的时候 是要去钻孔来验证的 就是你要把孔打进去 看一下我们加固体 这个立体中到了什么水平 那检查孔这一部分 是要去做钻孔取样来做检查 我们在这会打水平孔 会打垂直孔 水平孔这一部分 上下左右中心各打 上下左右是我们刚刚的外延的范围 你需要打孔验证 中心我们也需要打 来看核心的部位是不是觅食的 那垂直孔是不是在我们地表去打的 所以你就是保证在立体状态 我每一个加固的范围都得到有效的控制 那我们一般都是打八米的深度 来检查它的渗水量 这样我们控好就行了 好 咱们这里面就关注一下 我要去有一个检查的过程 那打的是什么方向的孔 细节这一部分 这种数字的话就很少去考了 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这个是我们在洞口图体加固 这一部分的一个风险的控制 那咱们刚才就把在始发阶段 包括接收阶段 这两个是不是都得做洞口图体加固呀 你不要只进一个 因为我们这两个都得做 前面你要加固好了 才能破开洞口往前走 后面我们要加固稳定了 才能往前破开洞口进到接收井 所以这两个是对称的 都要做的内容 那我们再往后面来看一下 两个比较关键的容易出现危险阶段 咱们刚才说了 顿购分成三个阶段吧 一个是始发 一个是正常决金 一个是接收 风险最高的就是这个始发和接收阶段 所以我们对于这两个部分 18年教材新增了两个流程 但是这个点我们当年并没有考到 所以不排除在近几年会出现题目 需要大家把这两个流程做一个重点记忆 我们在这个点上 教材的文字描述跟图片描述出现了误差 按照图片为准 好 现在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大家把这个程序走一遍 第一个先来安装始发机座 什么叫始发机座 就是在工作井里面 你要把顿购机放进去做拼装的 顿购机放的位置就叫做始发机座 我先把始发机座安出来 因为咱们在工作井里面 我们先画一个小的简图 比如说这个是工作井 这个是我们要进洞的洞口 一般洞口它不是贴着底去走的 它是要有一定的高度 那我们得把顿购机提升到这个高度吧 所以在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去安装始发机座的机面 你要保证它安装的位置 把顿购机拼好之后 正好跟我们的洞口是对正的 这样才能往前去走 好 这是我们去安装的始发机座 然后是顿购在始发机座上进行组装调试 因为顿购机体量比较大的话 重量就很大 那我们不可能是整体调装 需要把它拆解进行调装 调装到里面再做调试 调试的具体要求 我们前面教材里面是有的 你可以通读一下理解为主 然后我们这一部分就调好了 再紧跟着 要在工作井里面安装返利架 返利架是提供咱们顿购进动动力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顿购机的千银顶 要先坐在返利架上 返利架提供着它往前走的这个支撑 因为我们千银顶是可以去给油 然后来提供动力的 你只要有个支撑点就行了 好 那我们这里面就安装了支撑点 再紧跟着 我是不是要开始往里面去走了 但是你得做洞口图体加固吧 所以我们在这条线里面就串出去了 要做洞口图体加固 做了图体加固 还要干什么 检验质量吧 怎么检 钻孔 水瓶孔 垂直孔 我们来验证 好 验证没有问题了 洞口图体也加固得住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后续的进动准备 在进动准备这 我是要破开工作井的维护结构墙体才能进去的 因为维护结构墙体都是钢筋混云土的构造 所以我们在这首先需要安装洞门的密封 在咱们教材里面 文字性描述把密封放到后面去了 这个是不对的 应该是先去做密封的处理 什么是洞门密封呀 就是我们在进动洞口这 提前在维护结构的墙体里面已经埋了环金梁 然后我们在进动的时候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杂质通过缝隙进到工作井里面 所以我们安装的密封是要把这些杂质的缝隙给它封住的地方 相当于你在这个环金梁外侧去贴一些防渗漏的外贴的阻碍的密封条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我们去做的密封 它要先安装好 然后我们再把洞门这一部分凿除 就是圆形的进动的这一圈 我给它把混凝土凿掉 凿掉之后是不是就露出了 我需要进行绝禁的已经加固好的地层呀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去进行绝禁 同时有空隙了 我再拼装复还管片就行了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过程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图片跟教材文字描述有误差 应该是先去装密封 再去进行凿除 把这个顺序你要理清楚 好 那我们这里面就梳理完了这一部分的程序 那这块还要再给大家串一个点 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一节中 它有提到我们在进洞的时候 对于管片有什么要求 这个也是在18阶段去强调的 只不过放到了第一节里面去说了 所以我就把这块支点给你拿到前面来 好 进洞的时候 实环管片应该增设纵向拉紧装置 为什么这么说 进洞时的实环 我们在洞口外侧的咱们叫副环 进到洞里面的是正常的管片 那咱们在往前走的时候 前面顿过机 它的筋顶是不是要作用在拼好的管片上 所以这实环是不是长度还比较短呀 我要支撑顿过机往前 克服摩擦力 克服土压力来走 所以是不是受到比较大的力 那这实环可能会往外偏 所以咱们需要给它纵向拉紧形成更稳定的连接 另外洞口预埋现胶的混土环金粮 这个环金粮是放在哪的 是在建设工作井维护结构墙体的时候 就已经埋到里面去了 不是我们现场制作的 是在工作井里面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是保持匀速 严格控制出土量 必要的时候 我们去做同步煮浆 适当的增加压力 提早去做煮浆 让洞口生成稳定的密封状态 好 这样咱们就把始发的阶段给你理清楚了 光看这个流程 可能大家还不是什么特别直观的认识 那我们现在配几张现场图片 首先我们给你放的第一个 是在工作井里面去安装了返离架的状态 这个范围是我们的工作井 这是工作井的底部 然后这是我们进洞的维护结构的墙体 这个是洞口的部分 洞口机在这 这个是我们装的返离架 返离架后面就通过我们这边的支撑结构 提供了有效的支撑 以它作为支撑点 顿垢机有千斤顶就撑在这里面 然后提供动力往前进行绝境进洞 这个叫做返离架 它是我们进洞的时候顿垢机的受力支撑点 那我们是不是千斤顶有顶成 顶人就往前走了 所以后面有空隙的时候 我们就拼上一环管片 这个管片我们叫复环管片 好 那我们再继续 刚才咱们说了 是不是应该在工作井里面去安装始发机座 这个就是工作井里的始发机座 你会发现它的底面是不是正好跟我们洞口是对正的 所以这个就是保证顿垢机在这拼装能够顺畅进洞 那我们右边这一幅图就是在始发机座上拼装顿垢机的过程 它是拆解进行拼装 在这个始发机座上给它提供一个稳定的机面 好那我们再往后面走 左边这一幅图就是实际在工作井里面去安装的返利架 我们去做返利架就是前端的受力支撑 所以返利架它的力量是不是坐在工作井的后墙这 然后我要撑着千金顶往前走 对吧 所以前面这一部分是我们要进洞的地方 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小的环片呀 这就叫做复环管片啊 什么叫复环 就是你顿垢机往前走 有一个空隙了 我就塞一环进去 有一个空隙了 我们就塞一环进去 在顿门墙以外的 它叫复环管片 在顿门墙进土里面呢 就是正环啊 我们就正向编号了 那有一些地方 这个复环管片也是要做主体结构的 它的建设上就要加强了 还有一些只是做临时的支撑 我们后面是要做拆解啊 所以不同的情况 那右边这一个是不是我们正在 进行进洞呀 这个是始发机座吧 然后我们已经顿过机进去了 这个外面的就是复环的管片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圈 贴在进洞外面的这一圈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密封的装置 洞门密封 它要在凿洞门墙之前给它贴好 是防止我们进洞的时候 有外部的杂质溢进来 所以相当于是一些隔离的密封条 这是我们在破洞门墙之前去做的 好这样咱们就把反离架的现 反离架的现场 包括我们去做的一个密封的装置 给它理清楚啊 那这样我们看图是不是就生动了很多 刚才这个程序再强调一下 你要注意前后顺序的安排 一定是先来进行洞口图体的加固 我们再考虑去进行绝禁 绝禁的话 你要先把密封条给它安上 然后我们再去破洞门啊 所以你把这一部分的程序要理清楚 那再紧跟着我们就来到了初始绝禁长度的确定 那这块给了一个初始绝禁长度的一个公式 看起来特别复杂 但其实上原理非常简单啊 那我们就想了 你这个顿购机 它要往前走 我克服的是什么 是不是顿购机 它周围都是土层的包裹呀 所以其实我们往前走的时候 就是在克服这一部分的一个土层的摩擦 跟前面土埃力达到平衡 我前面是顿购机 后面是不是就它拼装好的所有的管片 所以我们给的初始绝禁长度 就是你拼装到什么样的水平了 我可以单纯的依靠拼好的管片 提供你前面顿购机往前走的动力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部分的一个公式 首先给的是一个绝禁长度的因素 这可能会单独出选择题 你记一下概念 包括摩擦 包括后续台车 我们就以这两个作为决定因素 为什么 一会我们来解释 咱们先看公式 公式里面给的是 L要大于F比上2πR乘上小F 首先大的F 是我们在这里面千金顶的推力 这里面的L 就是我们确定的初始绝禁的长度 小的F 是我们的管片跟周围土层之间的摩擦 那这个R是不是半径呀 所以2πR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顿过的周长 对吧 周长 好 你这个公式你给它转换一下 我们把分母移到这边来 是不是就变成了F 应该是小于L乘上2πR再乘上小F 那F2πR是不是属于整个的环周长呀 对吧 我再乘上长度是什么 是不是你拼装好的所有管片 它外部跟地层接触的面积呀 我们把这个面积再乘上摩擦技术 是不是它抵抗的摩擦力 所以你拼好的管片跟地层产生的摩擦力 只要比我们顿够千金顶推力要大 我是不是就能给它提供一个有效的支撑 这就是我们公式的变形 其实换过来就是 我只要保证管片跟地层的摩擦力 比千金顶给我们管片的作用力要大 是不是后面给前面的力大 所以我前面就可以往前走了 如果你后面的力小 那我这里千金顶一顶 是不是它就要往后跑了 因为我们支撑不住 对吧 所以变一个形就变成这样了 那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确定 你只要保证这个原理就行 好 那我们经过这个公式去换算的话 千金顶的这个力量 是不是可以直接测出来 因为我们有油泵 然后这个直径也是知道的 摩擦系数可以根据地层这一部分做一个断定 所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断出L的长度了 L的长度是一个判定因素 另外一个是后续台车 我们在确定初始绝境长度具体数字的时候 是要以这两个作为判定因素 好 看结果 如果说L是大于后续台车的 那我们直接取这个 而如果说L小于后续台车的话 那我们就取这两个任何一个都可以 所以咱们这边给的是 指的是后 就是到底取哪个数据为准 你先把这个公式原理理明白 然后到底是哪个数 我们就看他们谁大谁小 这样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判定了 后续台车为什么作为一个判定因素 因为咱们前面顿供机是做绝境的 但是你后面还跟着很多的工作的机械 对吧 比如说我们要运输管片 我们要布设什么管路 我们还要进行后续的一些管片的一些拼装 压浆等等 这个后续台车就比较长了 那如果你初始决定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话 我们当然是要把这个台车给的布进去 才能完成这一部分的初始的稳定 就这个概念 所以其实就这么一个小的公式 你从原理上掌握 不要死进背去 好 那我们这样就结束了初始的决定 9.05是吧 还是剩一个接收 接收这一部分我们给大家讲完 咱们再下课行吧 因为这部分原理很像啊 我们就不要再停了 那接收的话 其实跟我们前面的初始绝境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就是你反着做一遍 刚才我们是进洞 现在你要出洞了 我当然也得把洞口图体加固好 然后我才能往前走啊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程序 洞口图体加固在前啊 一定是稳固的 然后是洞门凿除 再去接收管座的安装 然后我们在这儿 洞门密封再装好 再进行后续的到达段的绝境 再来进行我们这一部分的接收 其做的一个顿勾上的拆解 所以它是这样的程序 那我们会发现 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小的问题 就是咱们前面 是要先去安装密封 再去凿洞门 而我们在后续接收的时候 它的流程基本上是对称的啊 所以我们这里面 是先把洞门做的凿除 然后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都已经把这个洞口机 跨过了洞门 这一部分进行需要的支撑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再来进行密封的安装啊 所以它的顺序 稍微有一些调整 那我们教材也根据 这一部分要点 把咱们进洞的时候 我们环片要求提出了一个限制 其实跟咱们前面 补的这个点就很像了 刚才我们说了 进洞的时候 这十环我们要纵向收紧 提高整体性 那我们这里面 是不是靠近洞口的 最后十到十五环 一样的道理 也要拉紧呀 这块虽然说 没有动过机的作用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 长线的管片 在顶着外面这几环 它也可能会往洞内倾斜 所以我们给它做收紧就行了 另外贯通之前的 一百米五十米的地方 我们要对顿过姿态做测量 这样是做复合 保证你能够正确稳定的进洞的 否则的话出现偏差 我们可能就要破坏工作井的结构了 那到达接收井 十米之内 应该控制决定速度要降低 一定要提高精度 所以这样咱们就把 进洞的一个要点 给你理清楚了 那一个是进洞的程序 一个是接收的程序 我们把这两个程序一定要记 前后的顺域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都各自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把这个做一个梳理 那再往后面 我们动过决心的技术 咱们就放到下周来讲 会按照这个流程来给你梳理一下 我们每一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那动过这一块 应该大部分学员都没有做过 所以尽量我们从理解的角度 先来建立一起一个立体的认识 然后再来把教材的考点给它贴进去 要不然你单纯的去记考点的话 会非常的吃力的 动门加固100米长 谁说洞口图一加固是100米长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范围是什么 是阶段的划分 在前面的进洞50米到100米左右的范围 是我们做的始发阶段 这里面可能会面临不太稳定高危的风险 不是说你加固这么长 我们加固加固什么范围呀 加固的长度是你动垢 它本体长度往外加上2米多就行了 没有这么长 你加固这么多你要花多少钱呀 这是不现实的 好 还有什么呀 听晕了是吧 对哈 听晕了 我这不是预告了吗 咱们每次啊 我基本上都是上课的时候 给大家去做拓展讲解 基本上都有会剩一些小东西 所以下一堂课的话 我们都会在这个基础上面 往外面做一个外延 咱们下一堂课是讲顿垢的绝筋基础 加上地层的控制 然后去讲喷毛按挖法啊 这个流程 那每堂课的课前 我们都做上一节课的回顾 所以如果是新建的学员的话 以后你听课的时候 要提前十分钟过来 就是六点五十 我就会开始对于咱们上周的课程 做一个串联 然后我们再来开展这一堂课啊 防止你出现旺的这个情况 好 复缓管片是给我们签顶做支撑 除了这个点 我们复缓管片还要去支撑 咱们进洞拼好的这一些片 因为如果你不给它做支撑的话 是不是它就要往工作井里面去走了 所以复缓起到一个稳定洞口的作用 有一些复缓我刚才说了 是要作为主体结构的一部分的 有一些我们可能后期需要做拆解 这个是要不同的控制方向 不是只做支撑 你拼好之后 它还要稳定这节环呢 因为你要想了我们初始刚进洞 你动过机刚往前拼装了三四环 我能把副环撤掉吗 不能吧 你撤掉它直接就偏到工作井里面去了 所以它会在我们初始绝境的时候 起到一个整个洞口的稳定作用 这个是副环的功能 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 大家辛苦了 早点休息